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鈺 回顧上一集我們說到 從大鹿池營地出發 最後抵達3093前營地紮營 大鹿池我們看見了美麗的夕陽 隔天大鹿池的日出照耀著大地 在路上盛開的杜鵑花 還記得仁高南峰路上危險的地形嗎 走到一半似乎能體會到人生的無常 在經歷千辛萬苦才能抵達的仁高南峰 介紹仁高安東軍第四天行程 在3093前營地出發 腰繞3093山頭 走約一個小時就會抵達光頭山 高度3060公尺 再前進2到3小時 抵達今天的營地白石池 今天危險的地形在光頭山下切白石池 影片內容會有詳細的介紹 第四天早晨迎接新的一天 雲目飄渺 有如人間仙境 每次登山感受生命的美好 珍惜現在 把握當下 一大早夥伴整理裝備 哇這是小檢的銀位啊 這是八哥跟八嫂的銀位 在收了在收了 財產很多啊 哈哈哈哈哈哈 沒辦法 公斤扣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 喔好一公斤的扣打喔 喔啊蜜栓 有個栓 喔蜜栓的戰鬥力很強喔 嗯 陳醫師 這樣睡了喔 睡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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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還可以 哇沒有 所以你來洗頭啊 大家早安齁 我們現在大概早上八點 準備要出發前往那個白獅池 從光頭前山擦銀壁這裡齁 走到光頭山啊 暫動時間約三十分鐘 或者是一小時 我們走比較慢 這個行程大概三到四小時 最迷難你走四小時 因為很近啊 因為現在白獅池離我們很近了 因為從光頭山再下去那個白獅池 兩個小時內就會到了 比較危險的地形呢 就是在光頭山下 下去那個崩壁 我光頭山我會先下去看一下 那如果說那個垂直壁太硬的話 我可能會幫你們人包分離一個一個下 大家清裝水底趴下來 抵達白獅池喔 因為白獅池 雖然很美麗 但是呢 它風大的時候其實是風很強勁的 所以說到時候先殺完雨 大家選好適合一定 殺完雨之後咧 記得有石頭盡量都壓 壓好 壓滿 晚上水路非常的多 上篷外面的東西要收進去 號稱有什麼背包被叼走的 登山上被叼走的 我跟你講 因為有眼 主要有眼的東西 襪子喔 襪子 襪子 有可能被叼走 都要注意 這白獅子鞋子被叼走 你在追那個場景是 好笑又無奈 你不得不去追 這樣子 那我們待會就準備出發了 因為到光頭山這個路 路線就雙上下下 沒有很大的爬坡了 那就是建築會比較濕一點 好 那準備出發吧 好 我們現在走山插路右邊的腰繞路線 好 那右手邊是我們昨天去取水的地方 抵達光頭山高度3060公尺 然後我們要準備從光頭山下白獅子啊 好準備下切光頭山崩壁 這裡經過長時間的風吹雨時 造成地形不斷的崩塌 每隔一段時間過來 地形都會有所變化 從光頭山下崩壁路線 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下切的地形 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下切的地形 先傳包包下來啦 來 抱抱線上 船過來出來用船的 船過來 還好 这行 装这身体了 走完驚險的光頭山封閉 繼續前往今天的目的地白石池 哇,白石池到了 可以可以找營地了,這邊都可以啦 11點抵達白石池 現在下雨了 還不少耶 今天營地就是在白石池湖畔 希望雨剛好就好了 太大的話,我可能就要移位子了 你看 哇,就是這樣啊 哇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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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這是我們能高安東軍第四天 那在我的後面呢 就是白石池 那我們昨天從光頭山岔路營地 走過大概三小時 就抵達白石池了 那我們今天特別在白石池扎營 因為我是覺得說在白石池扎營 它的湖景是最漂亮的 難得我來的能高 沒有很多次 但是這是我唯一可以在白石池扎營 蠻開心的 那今天我們剛剛有一進來 可能最近人潮太多了 在那邊有人丟垃圾 就是一坨一大堆的垃圾 那我們就是阿凱協作團隊 也幫忙把那個垃圾給清理掉了 真的很感謝他們啦 至少把環境有稍微整理一下 不然整個湖面有一個角落 一大堆的垃圾 其實是真的 很不好看的 現在時間還蠻早的 然後出發 我們去白石池 妹池 白石池的妹池 這有石堆 也有人扎營的痕跡 我們去看有沒有活水 活水是在 妹池的右邊 看一下 看有沒有在流動 哇目前沒看到水在動 還是有看到一些衛生紙 哇沒有勒 乾的耶 大家好喔 我在白石池 妹池 下游這邊的活水園 那下來這邊呢 哇非常的濕滑 如果可以的話 不建議走下來 因為你有可能下得來 走不上去 那再來就是說 沿途 沿途 沿途的地形 都是非常濕滑的 你要真的要下來 嘗試的話 你要確定你那種濕滑的地形 到底會不會走 這也蠻重要的 那我帶你們看一下 現在那個白石池妹池下游的西溝 水源都很充沛喔 只是說看 夏天喔 如果說枯水期的話 你就要走很下來 我覺得說 應該是 這次應該算是很下來的啦 蠻深的 我從白石池妹池下來 走下來應該有 20分鐘喔 要知道很小心走 沿路都非常的濕滑 好 白石池妹池 我們環繞一下 走一圈 難得乾成這樣子 哇 走來這上面有 重重的泥土味啊 所以我看那水其實是蠻乾淨的 也是可以用滴 什麼時候 走著 是 說 下水 知道 事情 可 那鏡頭的正中間有個缺口就是剛剛我下去的那個白石妹尺那個溪溝 如果你在地圖上看有一個溪溝就是往水源的方向走 那如果要上側走大家不要從源頭那邊上 就要從旁邊上這樣會汙染水源 不然我下去看其實還有衛生紙在那邊其實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走上去了 來回到白石尺度假 我們又走回白石尺 這是我們大家的白石尺的營地 那我回去煮綠豆湯啦 我煮好再拿出來大家一起吃 哇這次的鹿角被撿得好乾淨喔 我下切到溪溝都還沒看不到 通常溪溝都蠻多的 就是水路睡覺的地方都會比較多 白石尺煮綠豆湯 這個綠豆湯大概要滾一個小時齁那才會爛透 吃一下綠豆湯啦 吃一下綠豆湯啦 讚讚讚讚 今天要吃這個很難的齁 不會啦就是要時間啦 這個都要用時間培養感情啦 這個要幹嘛用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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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展現了 你展現了 你感覺到我愛的 你感覺到我愛的 你選擇 你喜歡我 你站在我身邊 你拍拖子 那我身邊 你拍拖子 我感覺到我 你拍拖子 我感覺到我 很久 我多久 我來講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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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